今天这场比赛杨世元在后腰的位置上先发出场 这也是很明显的一个信号 随着主裁判戴一可的一声哨响 双方的这场比赛现在已经是正式的拉开战幕了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由腾讯体育为您带来的2021赛季中国足球杯四分之一决赛首回合 大连人队对这上海海港队的比赛 但是仅仅是三天之后 这第二场比赛的时候 马上两人就明白在场上应该怎么配合了 外围直接的一脚打门 现在双合改单合 看保伦要怎么样去驱动海港队的进攻 先看一下这一球 买提江给他后点 比赛打到20分钟 利用这次这一球的机会 上海海港也是打出了进攻的威胁 这一个投球攻门其实已经顶得给人感觉八九不离十了 就是稍微有点正 正好是阿波莱提他占的占据的位置 但是我们看就这一球刚才说无尾的犯规 就是在这个区域你还是要尽量减少 11号吕文君站在球前 足鞋杯的比赛当中 吕文君上一场比赛是帮助球队破门得分奠定胜局 看看这个球 助跑打门 没问题 吕文君的射门非常的干脆 助跑的距离比较短 但是通过自己的跑动骗过了对方的门将 这就是年轻球员比赛的这种经验 场上的比分在这个时候变成了1比0 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 海港队率先打破了场上的僵局 这个比赛进程对于上海海港来说 应该说还是打得很顺利一刀 迈提江 忍一球直接打门 这球最后打高了 传球给进去 找李胜龙投顶那个点 裁判的哨声提前追响 是一种被动的方式 这球还是丢了 比赛进行到第15分钟 海港队打击了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第二队进球 15号李申源 李申源在本届足鞋杯当中的第二队进球 这应该是两个编译位之间的配合 在不停的传递过程中 传进去传出来 然后传到边路 这个时候李文君突然的一脚传球 我们再看 这就是不断的在拉松大连人队的防守 保龄尼奥 然后买提江分到边路 李文君突然传中 然后李申源的前叉 这球孙国文对于自己身后的危险 没有做到足够的预警 就是你在不停的这种传球当中 这个时候其实孙国文他的注意力已经是 他订阅球质量非常高 这球直接往后门路转 投球攻门球进了 这是刚换上场的小将 比赛进行到第81分钟 33号替补上场的刘祝润 投球破门 这什么意思呢 以阿布莱提上半时比赛 在门线上的那种反应 是不是有希望把这球挡出去 但是这种对比 其实意义不大 再看一下这球 刘祝润 这个点还这么高啊 位置给的非常好 刘祝润有一个小助跑 然后起跳 他要比善欢欢跳的高了半头 要更高啊 但是今天啊 能够把球控制在脚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四分钟的上级50时间到了 这时候主参判戴一个是吹响了 全场比赛的结束上 上海海港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最终是以3比0的比分击败了大连人 在双方两回合的比赛当中 现在是占得了一个先机 也是占得了 能够超级50时间右下巴 料理想穿越前後 不及等一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